大家多溝通多交流 其實能量當大家聚在一起時 自然一定會正向 近年以演講為主題的綜藝節目 越來越多 令到越來越多人認識演講 這項語言交流活動 甚至學習通過演講 分享表達自己的感受 成立接近一年的大灣區青英演講會 日前宣布和傑出青年協會合作 推出大灣區普通話講演獸活動 希望提升青年和專業人士的 普通話演講能力 這個活動有什麼特色? 參與演講這個活動有什麼好處? 希望我們透過這次活動 鼓勵大家踏出一步溝通 為何我們特意選擇大灣區普通話 我們就是交個心出來 開放自己 去和自己身邊的人 身邊的鄰居 身邊鄰居的城市 一些年輕專業人士 大家多溝通 多交流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些演講的會 我們去做一些演講的分享 當然是絕對歡迎所有年輕人的參與 可以讓更多的年輕人 去熟悉這個大灣區的環境 他們要通過溝通 通過演講 去了解更加多 亦都比我們內地的 亦都去了解我們香港更加多 聽到人家一些正面的信息 互相補足底下 其實個人自然就會更加有正能量 講到正能量 一班演講愛好者 都同意香港社會需要更多正能量 去迎接未來的挑戰 他們鼓勵大家多溝通 做好溝通 一起以正面態度應對困難和挫折 其實第一步是跟自己溝通 True to yourself 即是你要很明白自己 究竟你為何要做某一件事 那個思維一定要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 我好 negative 應該我們要想那個 solution instead of 繼續這樣 不開心 好 negative 的態度 我們應該是 我的心出來 通過我們語言的表達 提出我們對周邊人的關懷 通過這些關懷 我們可以不單止幫到別人 自己也都會有一種滿足感 我們來看看 我們一起看 吧